大家好,5月11日,新华社店维也纳当地时间10日至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了会晤 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 指跌、奇吻进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的讨论 王毅就台问题全面阐述了中方严正立场 双方还就亚太局势、乌克兰等共同关系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同意继续用好这一战略秀、沟通渠道 这次会谈之前并没有安排 美国白宫的网站5月11日也发布报告 美国白宫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于5月10日至11日 在维也纳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 双方就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两岸问题 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建设性的讨论 这次会议是为了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的负责任的管理竞争而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双方同意在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2022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接触基础上保持这一重要战略沟通渠道 以推进这些目标 那么这次中美之间的会谈呢 首先要解决的是中美之间经贸上的矛盾 那么中国的商务部长文文涛呢即将访问美国 那么在访问美国之前呢 王文涛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 那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呢 在媒体公开表示啊 今年的中国的外贸形势非常困难 中国经济面临国内外多重挑战 包括世界贸易不确定性带来的巨大压力 以及国内消费依然费 王文涛也提到啊 今年外贸压力比较大 形势会非常艰难 劳动力短缺 原材料价格上涨 给中国的中小企业旅行海外订单带来压力 鉴于全球的不稳定性 中国今年应该尽最大努力促进国内消费 中国呢将寻求扩大市场准入 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的工业领域 包括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一至二月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 那中国商务部的官方发言人啊 舒玉婷他也表示 华盛顿可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投资 施加限制 这将打击全球经济秩序 并扰乱供应链 那么双方谈判的第二个焦点呢 是乌克兰危机 那么韩国的朝鲜日报呢 5月10号也报道啊 上个月呢 因做出前苏联加盟公国 并没有国际法地位评论的 引发欧洲各国关注的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 将于本月返回中国 预计呢 将由中国驻法大使馆公使 陈栋出任代理大使 卢沙野呢 是战狼外交代表人物啊 2019年呢 赴任中国驻法大使 我之前节目就说过啊 实际上中国呢 将驻法国大使派往美国 担任驻美大使是有先例的 那么实际上这次也不排除 卢沙野呢返回中国国内 一段时间以后呢 会派往美国 中国驻美大使现在是空缺 未来不排除卢沙野返回美国 担任中国驻美大使 那么之前我说过 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 和美国和俄罗斯 以及欧洲都在进行博弈 双方啊 或者多方都在进行谈判 那你看这一次呢 沙利文他呢 与王毅这个会谈 沙利文是主要负责乌克兰的 那北溪二号 直接的参与指挥的 就是沙利文 我这个看我频道老观众 应该都知道 北溪二号被炸第二天 我的节目就公开 公开给大家说过 沙利文就是背后的 直接的指挥者 就是他来直接指挥的 就是这个沙利文 那么实际上 王毅与沙利文的会谈 实际上主要的 还是谈乌克兰问题 一方面的美国要对中国的 科技投资进行限制 中国方面的商务部部长已经访美 跟美国呢 进行协商 另一方面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国要和美国进行协调 也就是说要跟美国进行谈判 因为手里都有筹码 你可以看最近围绕着乌克兰问题 乌克兰大使已经上任了 现在已经是接近快一个月了 三个星期了 这个大使现在在中国国内没有露面 他现在在哪 据我了解现在在香港 这个大使现在有可能在香港 所以你可以想象 乌克兰 中国之间是有沟通渠道的 那么中国和乌克兰之间在谈判 乌克兰现在马上要进行春季反共 而乌克兰现在迟迟没有进行春季反共 双方都在等什么 都在进行交易 都在获得筹码 乌克兰这个春季反共 是乌克兰手里最大的筹码 那么两天以前前美国国情基辛格 接受美国媒体采访 他也证实俄罗斯乌克兰 以及美国之间的和谈 由于中国的介入 很有可能在年底就开始 也证实了中国实际上 已经参与到俄乌和谈了 这个俄乌和谈已经开始启动了 也说明中国的作用 那么现在实际上 中国美国俄罗斯还有乌克兰 多方之间都在进行谈判 包括乌克兰派驻中国这个 让大家看 过去一直是美国求着中国来会谈 美国的总统 美国的安全顾问 包括美国的国务卿 一直强调希望跟北京会谈 那么北京是拒绝的 为什么 很简单 中国那个时候手里没有牌 没有牌你跟我会谈 我上不了桌 或者我的牌比较少 没有王诈 那么你看现在是中国呢 实际上主动的在维也纳 与沙利文进行了会谈 而且双方呢 这是突然的会谈 那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实际上 各方之间这个牌 已经够上桌了 特别是中国 中国已经有了 合适的牌 拿得出手了 所以已经可以跟美国亮牌了 这就很简单一个逻辑 你过去美国找中国 中国不接待 不会谈 不见面 现在可以谈了 那双方一定进行了交易 在维也纳 双方一定进行了交易 那你看中国手里有什么牌 其实就是俄罗斯 就是俄罗斯 那现在来看 中国一定和俄罗斯之间 所以在我看来呢 俄罗斯方面啊 莫斯科方面 很有可能接受了 中国提出的某项要求 所以呢 俄罗斯愿意和美国进行谈判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另外呢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这次也提到了 双方也谈到了台海问题 美国现在在南海 在台海 另外呢 经济方面 金融方面 对中国也进行制裁 这个中国也要向美国提出抗议 另外中国方面呢 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也没有恢复到从前 就在沙利文 和王毅会见的前一天 中国的国部长 李尚福 拒绝了拒绝了与美国国防部长 之间这个通话 也就是说中国方面呢 在军队这个层面和美国之间 还是保持一种紧张关系 在外交层面 你可以看双方呢 因为俄乌冲突 因为乌克兰这个问题 双方可以进行协商 进行谈判 互换筹码 在我看来就是互换 那说完俄罗斯 俄乌战争的另一个参与者 乌克兰 大家可以看乌克兰 美国实际上已经宣布了 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所有 春季反攻的 所需要的武器 乌克兰迟迟没有发动春季反攻 所有人都在等待 乌军发动春季反攻 你看乌克兰军方的态度 甚至说五月份 可能不会发动反攻 可能要推到六月份 乌克兰迟迟不发动反攻 所有条件都充足 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是不发动春季反攻 乌克兰再等什么 乌克兰再等中国方面的回话 乌克兰现在驻中国这个大使 就我了解现在在香港 在香港与谁会面 自己想一想 与谁会面 在香港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俄罗斯乌克兰私下已经开始交流了 已经开始接触了 那乌克兰迟迟不发动春季攻势 中国方面在里面也起到作用 那至于乌克兰是否获得了他满意的结果 下一步咱们可以看乌克兰的春季攻势 如果乌克兰春季攻势是假的 他没有发动春季攻势 那你就可以说 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也达成默契 那么如果乌克兰发动了春季攻势 那么很简单 俄罗斯方面一定是拒绝了 乌克兰某些要求 所以未来可以从春季攻势 这个规模 也可以看俄乌之间 在谈判说上 互相之间这个博弈 互相之间到底放弃了哪些利益 乌克兰俄罗斯获得了哪些利益 中国在其中实际上也在发挥作用 实际上你可以看 现在的俄乌战争已经变成中国 美国 欧洲 俄罗斯 乌克兰 这个地缘政治上的一场大戏 现在可以看中国已经深深的影响了欧洲 深深的影响了俄乌战争 特别是美国现在能够通过中国这个渠道 和俄罗斯能够取得联系 在香港 甚至乌克兰的这个大使 甚至可以和某些国家的代表在香港接触 那从现在沙利文呢 以及白宫方面的表态来看呢 白宫方面是比较满意的 那么下一步也不排除国家主义习近平会和拜登通话 现在拜登实际上也证实了 正在积极的寻求与习近平通话 那么如果俄罗斯方面 乌克兰方面达成了某种共识 那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通话水到渠成 下一步呢 中国会向基辅派出中国乌克兰问题特使理会 那么将和乌克兰方面来谈细节 也就是俄罗斯方面和中国方面 还有美国方面达成了某种大的框架上的协议 那么具体的细节要由中国乌克兰特使 来具体和乌克兰来进行磋商 另外和俄罗斯方面也要谈细节 所以下一步呢 中国的特使很有可能会前往基辅 那从现在来看呢 乌克兰危机已经出现转机了 乌克兰战争很有可能进入新的阶段 我也会持续关注 这是今天我的观察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